但是說到房市 現在感覺熱潮持續的在衰退 第三季的預售屋交易式呈現腰斬的狀態 我們先來觀察一下七大島都會區的預售屋 先看看平均的單價 其實比起去年都還是是往上漲的 大概是有一成的漲幅左右 那漲得最明顯的應該就是新竹了 我們來看看漲幅有高達了39.2% 那麼現在的單瓶是41.9萬元 比起去年的同期的確是高了不少 那第二名呢 則是高雄有28%左右 而台南呢 同樣也都是超過了25% 但問題是價格變貴了 量呢 預售屋的交易量啊 其實七大都會區在第三季 都是比去年減少的 從去年的15000件 骤降到今年只有7600多件 下滑了 其實是真的將近要到五成了 幾乎腰斬 可見預售屋的買氣是大降溫的 不過呢 你口袋生不生的話就不用去管這個 生不生息的問題了嘛 很多有錢人他們要買房要買地 這甚至是砸現金的 貸不貸款似乎也無所謂了 我們來看看現在在台灣發展很好的圈水堂啊 二代他說他們家的經營心法呢 就是有橫產才有橫心 說當初爸爸一開始創業的時候呢 因為店面生意很好 畢竟是用租的 可是房東就漲租了百分之百 所以讓創辦人劉翰介就決定 應該要有自己的店 那我們進一步的去觀察 圈水堂他們自行取得的土地跟店面 多年來都是止境 不出 那業界各稱呼劉翰介是被查引耽誤的 不動產達人真的很會買 來看看像是2012年入手的龍副店 就要價是8480萬 那其他的兩筆土地呢 也通通都是砸了上億買下來的 那仔細做觀察 春水堂的店面也都不馬虎 店前面要有水 後面要有綠 自己的店希望也能夠讓員工有歸屬感 有安身立命的動力 接著我們來看這是柏鴻建設 他們現在則是要轉型做建商了 為什麼要特別講呢 原因是他們過去其實是做土開的 那麼現在是要以新的方式 去打造一個25層樓的地標型建設 那每一瓶的開價是在115到130萬元左右 那說到了這個 柏鴻建設的董事長范張秉煌 其實有超過九成的建商都是有跟他合作過 包括去買容積轉移 土地等等 被稱是雙北市的土開王 那土地開發的過程當中 除了包括有上市櫃的建商 還有很多大進主 其實都跟他買過地喔 投入建案當然也讓市場抱以期待 深耕土地整合開發超過40年的柏鴻建設 宣布正式進軍不動產市場 我後方的這個基地正式柏鴻建設 轉型為建商的第一個建案 每瓶開價115萬元起跳 整地施工 馬不停蹄 北市推案一線戰區北市科 又有新建案登場 除了所謂的土地交易上面的獲利之外呢 我也可能可以在營建上面去新建這個物件喔 那即使目前整體的方式上面 可能並不是這麼好 可是我可能看覺得是五六年之後的發展 從土地開發跨入建築事業 背後創辦人可大有來頭 董事長范江秉煌座有天母 北投 關渡等區龐大土地 被外界譽為土開王 不只華谷 富邦 遠雄等知名建商 紅藤店王雪鴻也是座上兵 甚至鼎鼎大名的底花街大店主龍遠集團吳老師 也都曾向他買過土地 他把土地的成本加上蓋房子的獨立來做承接的話 他可以把完全的利潤放在自己的集團當中 有可能是為了未來的轉型 有可能是為了下一代要接班等等的 但這些土地開發長期的經營者 他們有一個好處 他們的土地成本相對低 土開王轉型建商插旗北市科 守護實力不只業界有名 今年憑藉著重跨區整合 融金移轉致富 建築業新均備受矚目 三天新聞 李玉峰 羅夫茨 台北報導